雲林政府將會在十月十日科基盤 日空二十三個雲林國際駕部信電 這次有話題經過全國的選擇 是當中選出一百四十個位優秀選手 將會來進行中WhatsApp 並且還有方法中間 去應各界愛跳舞的選手 和觀眾來參與 觀眾就在先講到 頭過駕部信電的話題 一般來典現雲林對駕部不運動的東西 同時也期待在一百十四年 全國運動會裡面 可以將這個PD舞 立貴正式的比賽行動 無者台風電視 甲地攝牌的武藝 為將來教會的第三次 雲林國際駕部信電來做選團 雲林國際駕部信電 將在十月十幾號 在雲林體育館來做頂張 今年的賽事 無論是重金和這些獎品 也都是非常豐富 勤力全台灣超過140位優秀 選出報名參賽 以總冠軍賽 也將在十幾號來做基盤 經過大概北中南東 所有大概超過140位 非常優秀的街舞選手 大家激烈的競賽以後 我們在十月十二號當中 是一個冠軍的一個總決賽 這次不如獎品或獎金都非常的優異 雲林街舞聖連即將在十月十二號舉辦 歡迎所有的同好 及所有熱愛街舞運動的 所有的全國的各地鄉親們 都能夠熱烈來參與整個活動的賽事 今年的比賽項目也包括K-POP cover 團體白舞以及 P-L-U競賽 總共今次十七萬 以隨著婚林館國際 劇武新店已經來到第三次 也有很多人共進選手參賽 他代表婚林館參賽的舞者也有標示 是否能夠結束將冠軍留在婚林 四位選手就是我們是四位 然後跟台灣的四個城市 然後所派出來的代表 然後來做一個最後的總決賽 那也是希望這一次可以再次把冠軍留在雲林 參與過前兩屆都很榮幸的獲得冠軍 把冠軍守在雲林 那今年第三屆的話 我是擔任評審的部分 那我期待今年看到更多厲害的選手 婚林館政府今年來這次推動劇武運動 希望能夠來培養在地優秀武者 去隨著巴黎奧運的結束 P-L-U的比賽項目也比慢慢大動 第十八十四年 婚林館也將迎接全國運動會 到時候也將修圖跟P-L-U來加入競賽項目 巴黎奧運剛剛落幕 整個街舞風潮已經帶動起來 那雲林縣在2014年迎接全國運動會 那我們首次將街舞P-L-U納入整個 這個競賽的項目當中 記得頭過婚林刑務生電 進一步來提醒館來刑務運動的水平 因為一百十四年 全國運動會的P-L-U競賽項目 不用更多人材 當時婚林館主也歡迎到 全國嘉義挑刑務的朋友 可以當作參與到10月12日 基盤的國際刑務生電 記者 冠基至選擇 分享給大家 我